台北书发部昨天遭到有人开了三枪 而开枪的嫌犯是在南投清静经营民宿的一个老板张姓嫌犯 最了解这个民宿在清静非常的有名 因为她的前夜者是八点党的女星李佩玲 员工透露老板最近心情不是很好 因为这个民宿都没有客人上门 她就是朝书为发展部大门连开三枪的枪手张姓男子 在南投清静开了一间民宿 因为热爱爬山还创立了一支登山队 带山友探索山林之美 案发前嫌犯在脸书下留下字白 写着她的所作所为 不管有没有价值她还是要去做 还通批这是官逼民返 字字句句都表达着心中的不满 民宿员工透露老板这几天心情的确不太好 很苦恼没客人一直烧钱 但对于老板开枪行为完全不知情 不过警方下午也到现场搜索 疑似带回相关证物 时间爆发后在清静民宿界议论纷纷 因为这间民宿在清静地区相当知名 前夜者还是八点党女星李佩玲 不过多年前已经易主 枪手则是疫情前财租下民宿经营 做出枪击事件 也让业界跟昔日房客相当惊讶 记者终合报道